陳明金議員 謝謝主席 為了現行新口湾的污水截留館公務局研究決定 公開照標鏡頭在輪桿高科門中心 自黑沙灣污水次離廠之間建造一條直徑兩麥 前長2.4公里的廣道 由於工程集中在交通繁忙的友誼大碼路 如果選用一直以來的明華施工 將長時間接用兩條的行車道 對歸馬路及外公一帶的交通將造成重大的影響 政府跨拔我們協調之後 破天空在我們形容著短靠法的施工 由此重拐何以台島 我們重要的官員想做事未做事 對人做事造成事的官員 應該支持鼓勵 在內地 短靠法已經是技術十分成熟的施工法 高鐵、輕軌、地下共同管道等等 青森、攝水都不是問題 如今有關技術已經走向國際 去年11月本人和多位同事 參觀到 港三港高鐵鋼目深圳福田站 是亞洲最大的交通施工 能進行通車、短靠法的施工 創下多項世界紀錄 澳門要建污水管道 而今的燈溝技術絕對不是問題 作為政府 應該有信心將這個工程 打造成用品的工程 藉此告知居民 工程每天都有 但在10億左右的地下 基本不涉及水電管網 噪音 風雨影響少 關鍵是小風路 不用擔心 好像淌跡廣東大馬路 下水道 重整 阿里阿加營地的 深屋水捧場建造 花大錢 做書仔 重時間風流 工務局 萬次掘營一、兩年要掘 水電公司根治掘 掘到澳門年三都聯賽 本年一座呼籲政府 要重視地下管道的建設 政府的威嚇是 澳門好難搞 小販都知道 劉盛區 來輪間三馬六營地街 福隆三街等 每逢大雨 回水渡滾 雨水、游水、死水 一起滾上來 很多遊客 歸門線道 探探了 老城區二孩 新城區二孩 9月20號 下水道 重整後 兩、三年的高士德 街 報紙區 外交公司 差跌被死水浸 附近相加幾十次致電民室 沒有人理 搞到報警 民室來到 老舊裝備通缺 嚴重的是 澳門半島八隊人 來到有三隊人 五十五人 負責前奧 小國回歸前 這十幾年來 通缺路 退休的 死亡的 多過申請的 任務的行業 人工貸 難請人 9年民室請 到兩個 區目前線年齡 變成三萬 但仍然未改變 寫字樓人多的國民 面對日益增加的污水排放 建設辦 助區公務局 改區 關聯時後 應該有更多的刪事外 民室的午區 時候 要和香港識動外貨 金工大道 以前 只在节目的十二三少的风潮 如今秋后的早点难立 我们表面的问题 固然重要 其他的问题 有客闺门可以不知道 但是围观者要知道 要高展无夭 就不能够出现水满干山 要排除人员 就必须有山西外的官员 勇以承担 多谢